过年六天连续假期 很多人反正开心放假 不免就会大吃大喝 但是呢 也有爱美的民众 就是担心过完年身材也跟着走样 未雨绸缪的来到诊所报到 想说请医师来开减肥药 调理身体 或者是让肠胃可以蠕动 帮助快速消化 中医师说 过年前就有三成民众前来求救 希望过完年还是维持好身材 一对民众男女老少 凯队拿药 小小诊所挤满看着的民众 过年六天连假少不了大吃大喝 就许多民众赶到中医诊所 拿药备用 就怕过完年游泳却上身 我曾经最多就胖三公斤了 但是很快就瘦下来 我希望说 因为过年期间就是会吃大鱼大肉 胖到自己会变胖 然后又很少运动 然后借由那个药物的话 会比较快 我大概会准备一个礼拜 解决诊所在连前招的时间 总是有大批的民众蜂涌而至 周医师就说病人上门求诊 希望可以大吃大喝 又不会胖 现在呢要的人大概会有两成啊 就是预防 但是这些预防的人 大部分都是一些啊 就是知道自己 已经会有这个大开杀戒的一个烦恼 过年期间怕胖 除了调理身体之外 还要少吃多动 舞蹈老师传授几招 像是过年最容易胖的腰部 学会了马上不是小富婆 建议大家双脚膝盖的弯 然后比肩膀宽 然后双手可以放在脸颊两侧 感觉是大拳击的动作 然后我们做我们肚子 往斜前方压压 斜前方压 我们就大概做30秒左右 然后你可以做速度的变化 可以变快 一二三 运动靠耐力 还有成天坐沙发 看电视不爱动的民众 当心臀部也会变大 脚打开跟肩膀一样 然后轻轻地往后蹲 轻轻地往后蹲 好 坐起来 要做几个循环 我个人建议也是可以做四个把牌 完了之后停在下面 可以停四个把牌 学会几招小运动 就可以开心享受过年 不怕开工身材怎么样 记者侯正伦安 许忠盈 还不成功